咚咚咚咚 哇! 東華幼稚園奇趣頻道 多謝大家留開電視機 觀賞我們這個節目 東華當年 而我一生的色彩 沒錯 觀眾朋友們 我就是在十九世紀的香港 在主持人身後的是東華醫院 是香港第一間的中醫醫院 之後去到二十世紀 廣華醫院和東華東院都相較落成 後來同一管理就合清成東華三院了 東華三院持續發展 服務氛圍越來越往 涵蓋不同人生階段需要的服務 除了醫療之外 東華三院做提供教育服務 首先開辦了東華三院第一中學 還有托兒所有幼稚園和特殊學校 比社會不同階層都有學習機會 此外還有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 無論由幼兒到成年 再到老人家 東華三院都會有適合的照顧 輔導和發展機會 回到現代 無論時代怎麼變遷 東華三院都堅守著有教母類的精神 至今已經有大約六十個教育單位 為學生大力豐富的學習經歷 除了教育之外 相信大家都最熟悉的都是籌款晚會 歡樂滿東華 是香港最長壽的電視籌款節目 此外還會舉辦賣期日 慈善與空晚會 登登 東華三院是香港規模最大的慈善機構 我們現在身處於東華三院 隨時堂有地獄 我要宣佈 啊! 時間到了 我在這裡上學 很開心 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今集好不好看呀?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讚好和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